莫森帮助阿祖法建立地基,在餐桌上商量着儿童屋的构造,没想到阿祖法与莫森的关系越来越好了。 今早起床后,阿祖法就决定去一趟镇上,虽然莫森帮忙挖掘好了坑洞,但是一些建筑材料还是需要阿祖法来购买的。 此时小凯撒越来越依赖妈妈了,要赶紧给他整个小屋才行,即使有了帐篷,可温度还是太高,他们睡在里面都要热晕了,接着阿祖法立马就开始收拾了起来,准备去往商店里面。 而大家认为,这个天气是不是要先买个电扇才对呢?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,可惜的是,他们这里什么都没有,到了半夜还要点火取光。 所以温度高的时候,也都是阿祖法帮忙扇扇子,此时阿祖法立马来到了钢材店,没想到他们这里的钢材还很贵,于是阿祖法立马购买了一千块的钢材,准备先建造个小房子再说,这些钱算是拍视频赚取的,所以也够他用于日常开销了。 接着阿祖法带着孩子来到了公园,准备在这里吃点东西,陪着小凯撒在外面玩一下,而细心的朋友们其实已经发现了,这里之前康特也来找过。 但是时机不对,他们之间总是没有碰上,并且大街上人也很多,谁会总在意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呢? 目前从阿祖法的视角来看,没有康特的生活渐渐变得正常,反而是康特一直没有走出来,思念他们母女俩的心情越来越浓烈。 要怎么说,阿祖法是个只爱自己的人,但是这一点也没什么不好,毕竟生活是自己在过,也没有人替你承担任何痛苦。 相反也有很多人表示,这样状态下的阿祖法,才是最安逸舒服的。 如果回去跟康特见面,反而每天都是争吵,当吃完早餐后,他们立马赶了回去,担心他们会把钢筋给弄坏, 于是转头就跑了回去,在看到了货物之后,阿祖法也得以省心了,可这时,小凯撒却哭了起来。 由于这几天妈妈都忙着家里的事情,关于孩子,阿祖法却是没有之前那样照顾和体贴了, 于是阿祖法只能先把他抱着,然后开始干活,在坑洞里面清理碎事,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, 莫森跑了过来,看见孩子不断在闹吼,他非常关心的就帮起了忙,可阿祖法非常诧异, 但更多的是不好意思,话说不能让你总这么帮我,而莫森却解释道, 现在你肚子越来越大了,我只是简单的帮你干点活而已,在听到了莫森的回答后, 阿祖法只能在旁边打着下手,趁着他干活的功夫,给他倒点热茶, 从这里来看,阿祖法还是需要康特来照顾他,要不然,生活总会遇见困难, 阿祖法在旁边铺了个地毯,立马叫上莫森来休息一下,三人从这里看起来, 好像一家人的感觉,并且孩子也没有特别的排斥莫森,这才是最关键的。 也就是说,莫森与阿祖法之间达成和解了,再也没有之前的那样, 针锋相对剑拔弩张,虽然是好事可后面莫森变卦了怎么办, 这是阿祖法应该注意和防范的,按照全部坑洞清理干净后, 莫森在这里询问起了儿童坊的建设, 因为这么大的地方,不可能一起建起来, 莫森还是主张,先建一个小屋,这样一来, 你和孩子都可以睡在这里,很显然,这个提议非常正确, 总比睡在帐篷里面要好,而其他的地方,莫森打算是先放着, 等到后面有人来租时,他再以便宜的价格卖出去。 还说康特要是能来就好了,到时候跟着阿祖法一起建造房屋, 也不至于每天睡在车里面,目前来看,阿祖法的房子应该很快就可以建好, 小凯撒越来越闹腾了,这是阿祖法所担心的, 后面宝宝出生后,阿祖法还哪管得了他呀, 视频到此也就结束了,最后还是希望房子能够快点建成吧。 阿祖法